電視台 請你跟我這樣做 是你懂的微古麗跟葡萄糖胺的差別嗎 是一樣的 你不懂 對 因為我不是醫生 是 那吃了有改善嗎 感覺是嗎 我沒有感覺 沒感覺 只知道花錢 其他不知道 我沒有感覺 但是 我媽媽可能是吃一個保平安 好很多心態都這樣 那這個我們就來問醫生好不好 李醫師 葡萄糖胺 我們認為好像骨頭有問題 或是退化性關節炎 或是什麼 只要吃什麼骨頭 反正就是骨頭有問題 他到底是補什麼 其實他沒辦法補骨頭 那他補什麼 他骨質疏鬆 你要吃骨質疏鬆的藥 再來對退化性關節炎是爭論過多 因為剛開始的話 他認為有一點 就是你吃的這個疼痛會減少 是 但後來在最近 我查了一下這方面的研究 在2010年這個大英狗血的期刊 醫學期刊裡面 他總共蒐集了10個臨床試驗 病人可以高達了將近4千人 3千8百人 發現他對這個 退化性關節炎 一點比較久更明 真的喔 對 他的結論是說 任何保險公司 不應該幾戶 葡萄糖胺的保險幾戶 那我們有一個很大的保險公司 有副耶 叫做全民健康保險局 他只能用三個月 有啊 某個品牌的有副啊 真的喔 葡萄糖胺如果說 你說骨頭沒有辦法嗎 那是葡萄糖胺是針對骨頭的 什麼環節 他是一般來講是認為是 軟骨 但是問題是你 攝取的食物就含有很多葡萄胺的 所以事實上 譬如什麼食物有葡萄糖胺 病人你很多一些什麼雞爪啦 什麼很多 膠質類的 膠質類的蛋白質類都有 我很愛吃喔 他膠原纖維之類的都是可以 葡萄胺可以組織的 也可以啊 也是可以 但是事實上 你不切啊 不切 慢性關節炎這種 退化性關節 成因很多 不是單純是這樣 那我可以吃了預防嗎 譬如說他可能沒有辦法修復 大概 大概也是很有限 你預防就是不要運動傷害 葡萄糖胺 是不是跟我們鯊魚軟骨 有什麼關係 對 鯊魚軟骨的話 最近的研究更糟糕了 更糟糕了 對 是外面人就好問的喔 對 鞋板子就好問 這個時候又推給外面 對 他買多了說是因為家人 對 剛剛講鯊魚軟骨 是要提到一個最新的研究 這個海洋藥物學的雜誌 他發現 很多人喜歡吃魚翅 結果他魚翅裡面發現有一種叫做 B-M-A-A 我們叫做 甲基胺 丙胺酸 這種成分 結果這個成分是一種環境毒素 他普通在一些老人 痴呆症的病人的腦袋裡面 他去發現有這個成分存在 他可以高達250耐克 但是你在正常腦袋找不到 美國人佔領關島的時候 他發現喜歡吃蝙蝠的 水果蝙蝠 我們去帛琉也常常會去吃水果蝙蝠 是 他是他當地特產 喜歡吃水果蝙蝠 得到這巴金深症老年時代性特別多 他去研究 結果就是因為他們累積了這個 B-M-A-A的東西 結果他現在發現 在鯊魚卵骨裡面 特別是魚翅裡面 容度從一百到一千多不等 所以他推論了 吃這個東西的話 可能也會造成腦部的傷害 你說的魚翅是外面高級餐廳 對 所以有錢人的這個 對 只要擔心 對 而且事實上 他跟這個鯊魚裡面的這個 甲肌膏 會有對腦部的傷害是加乘作用 真的 目前研究已經證實 他有加乘作用傷害你腦細胞 其實不一定每一隻鯊魚 都有這個東西 因為發現這種B-M-A-A 是從藍綠藻來的 特別是生活在藍綠藻 藍綠藻之前吃好多啊 藍綠藻類的東西 因為小魚吃了 鯊魚是大魚 在吃小魚 什麼都不能吃 累積在身體 他在骨頭裡面甚至比肝臟還高 哇 所以事實上 一講一個頭一抓起來 整個冬的 對啊 對啊 其實很多毒性可能不一定來自於 魚本身可能是來自於藻類 像我們講的河豚 河豚就養在不同的地方的河豚 就有不一樣的那個啊 因為它是因為它吃的那個藻類 會造成它的毒性 就它不會中毒 可是你會中毒 對 它有一些細菌寄生在裡面 所以河豚毒不只在河豚 有些蘿貝類也有河豚毒 它因為它這種 這種細菌 它本身就會產生這種東西 它寄生互共生在裡面 不過不管說這個 像鯊魚卵骨 這個魚刺這些東西啊 為了環保還是少吃一點 是 可是吃太多的話 是你有猜訪過 那個葡萄糖胺吃多了 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有時候看到一些 在吃素的老人家 很認真的在喝著 或吃著葡萄糖胺的時候 我都心裡想一件事情 他們知不知道那是荷的 因為其實很多的葡萄糖胺 是從那個 蝦蟹的貝類的萃褲出來 他們是去脫出來的 所以它很多是動物性來源 對 所以曾經有一個 包括我們吃的那個膠囊啊 膠囊也在裡面 那都是豬皮 所以就發現有一個人他就說 他曾經有一次也是想說 孝順媽媽嘛 就買了葡萄糖胺回去嘛 他想說媽媽怎麼一吃 全身開始癢起來你知道嗎 就整個發癢 然後想說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他趕快跑去外面 問醫生說 你媽以前是不是對海鮮過敏 對 就因為他對海鮮過敏 他對那個東西也過敏 是 可是你想說好嘛 那我沒海鮮過敏 吃種OK了吧 就後來另外有一個小姐 她就說 欸 她情況剛好相反 她平常不對海鮮過敏 但她對一個東西過敏 什麼 就是她很明顯 她的體質是對消炎藥過敏 她吃到某些消炎藥 她會這邊整個腫起來 那個一吃整個眼睛就腫起來 這個原因 她說妙的是 她某一次買了 某個品牌的葡萄糖胺 結果一吃 整個眼睛腫起來 就跟她消炎藥過敏 一模一樣的狀況 所以她就問了醫生說 這是什麼原因 醫生說有兩種原因 一種是 所以你吃的有效 並且吃的也會證實 有效的原因是消炎藥 消炎止痛藥 對 她說另外一個原因 我只能說或許你體質特殊吧 但是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可能 就是說 事實上很多人都 不明就裡的一直吃 可是事實上你有沒有需要 因為那個時候我記得 核心醫院他們也出來 開過這樣的記者會說 你有沒有必要吃這些東西 其實你要保養 你的膝蓋最好的方法 這個膝蓋周圍很多穴道 你就可以敲這刺球 所以如果老人家眼睛就是 可能有時候腳都無力了 這樣子按一按也有效 真的有幫助 藏出